一名前美国退役海军潘尼去年在地铁上 用锁猴的方式制服一名闹事并大喊大叫的黑人男子 结果意外将这名精神错乱的黑人活活勒死 因而被控过失杀人罪 不过陪审团最终裁定潘尼罪名不成立 死者父亲听闻裁决后大表痛心 谴责司法不公 我欠缺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没有必须过这儿 我没有必须过这儿 这儿痛苦 真的真的痛苦 什么我们要做人 什么要做现在呢 我已经够了这儿 这个系统是热 这起案件星期一在纽约法院审理 26岁的潘尼被控在去年5月1号 在地铁车厢内锁猴致死30岁的尼利 事发后他主动自首 检方认为他过度使用武力 一开始以二级误杀罪起诉潘尼 但陪审团不满意控撞 检方随后改控刑事过失杀人罪 一旦罪成 可被判罪高监禁四年 潘尼强调他无意杀害尼利 陪审团最后裁定潘尼无罪 他随后在一片示威声浪中走出法庭 没有对媒体发言 回来 好